经过孙迎舟的讲解 叶佩兰才知道 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批 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 与清朝的瓷器相比 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 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 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谣的瓷器 各个要价不菲 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 也是孙迎舟的绝火 五大名谣看右 看看那气泡 看气泡 你看孙老的书 就是说汝瑶吧 汝瑶呢 大家都知道一看汝瑶那气泡呢 一般形容汝瑶的气泡 叫做书若晨星 书就是西书的书 甲若的若 像早晨的星星 观瑶歌瑶的气泡 叫做巨墨船珠 就就聚在一起的那个拓嘛 有的小气泡嘛 是吧 传在一起像那小小珠子似的 就都传到一块堆了 他就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 我们在库房里头啊 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 第一次看的时候啊 我的印象特深 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 第一个一看 哎呦真漂亮 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 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 而且这些个气泡 都在沉在那个水下 是那么个感觉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 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 很快掌握了古词辨识的基础知识 开始正式投入到 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 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 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 重新进行编号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 过去的老人嘛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啊 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 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 一个呢 就是画级别 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 来进行整理 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 一个按朝代顺序 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 很大的一项工作 就是编故字号 所谓故字号 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 以故字打头 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 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 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这项工作 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 就从未间断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 但是这些编号 却并不容易辨识 老故宫的时候 他有一个编号 他那个编号啊 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 不一样 他起的那名字 我们叫做天地元皇的号 这个老号呢 就过去吧 假如这个 这一部分瓷器吧 都是养心店的 养心店的 他编了一个号 都是前进宫的 他编了一个号 你知道吗 他过去是这么编 因为过去 过去那个 那个溥仪没出公共之前 他每个屋子里 他都有古董啊 他古董里头 他有瓷器画了 他什么都有啊 所以的话呢 他每一个店呢 他都起一个代号 很复杂的那个号 而且呢 他编的那个 写的那个字呢 也都是过去 咱们中国大写的那个 一二五 是吧 为了更加方便 查找和归类 新中国成立后 故宫博物院 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 以固子打头 进行重编 对于叶佩兰 所在的陶瓷组来说 这项工作 不仅需要 耗费大量的精力 而且还需要 时刻提心吊胆 编这固子号 编了好多年 就连我们这孙英州 孙老先生 他都参与 参加我们这个编号 天天我们进库房 就是今天假如 编到这一部分了 然后呢 明天呢 再接着编 所以的话 就请帮忙的 请院办公室 行政部门的同事 来帮我们 他们有的 我记得有一个 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 待这待了半天 她就不敢再来 她一边干活 她一边害怕 就唯恐怕 给彭顺一件 搖着 就能够 我说 闻 什么 好 我说 准备 申 我说 我说 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 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 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 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 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 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 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 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防品的书 书名叫做古词辩识 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 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 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 也是一个通过编这个有一个提高 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 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 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 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 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来挑出来的 虽然有清代访明代 明代访宋代 但是呢 还有许多民国访明代的 民国访宋代的 民国什么都访了 所以的话我们民国的东西大部分呢是在资料室 所以我当时呢带着一个同事去到资料室 来去选民国房品 那时候我现在就是就谈起过去工作的状况了 我当时带着一个我们组的一个同事 共同我们去选民国这部分的这个人 这个同事他说 哎呀他都感觉到收获挺大 哎呀他都不了解 咱们哎呀咱还有这么多这 这么样的东西 这么好的东西呢 所以通过这个工作呢 我解决呢 也帮助大家 也了解了库房 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 叶佩兰精心挑选出了几十组 前朝真品与后朝防品 针对细节一一进行辨识和说明 这本《古词辩识》出版后引起了古玩界巨大的反响 不要说书里面的前朝真品 仅仅其中的后期防品 渐渐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真品 这本书出版后让喜欢古词的玩家大开眼界 这本书也成为古词爱好者必读的经典之作 应出版社的约稿 叶佩兰又利用业余时间 创作完成了斗采名词 五采名词 中国采词等专注 我现在把采词把它作为集中起来 分成四个类别 另外我的目的呢 还是想要给大家呢 把它明确了呀 五采和斗采的区别 有人他把斗采也叫做五采 不是 因为从工艺上各方面来讲 它还是有很大区别呢 现在藏家因为他搞收藏人 他毕竟他不是这个行道的 隔行如隔山嘛 是不是 我就想呢 也有点普及性质的 是吧 让大家在采词上呢